民進黨基隆市議會黨團聯合進行市長施政總質詢 刺破氣球諷刺市長謝國良貪婪邪惡 其中市議員張浩瀚亦有所指 質疑市長謝國良家族可能涉及到市內兒童樂園的預算標案中 這一間公司過去這幾年來所經營最大的商業空間的一個設計 幾乎都是大魯閣跟愛樂園 當然這兩件事情這兩個公司因為你不是負責人 他沒有跟你直接的關係 不是不是這完全跟我們家族沒有任何的關係 我想先說明一下 那大魯閣是不是跟你們家族有關係 我是說瑞祖抱歉 對我沒有說跟你們有關係啊 我沒有說跟你有關係 因為這兩間公司也跟你沒有關係 你又不是負責人 我只是覺得這件事情 你說如果說大魯閣那是我家族的公司沒有錯 對啊所以我講的沒錯嘛 所以我剛才講的我不是講說瑞祖跟你有什麼關係 我從來沒有講過我剛才沒有講過這件事情 但是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件事情從他過去拿到1800萬的標案 到變更設計1200萬的標案 他已經超過50%的相關的內容 這件事情合理嗎 第二件事情我必須要談的是 接下來我們還有1400萬的室內兒童擴大 就是欺毒的這件事情 如果依照同樣的變更設計的一個操作模式來講的話 依照採購法的第22條 原油採購之後續維修零件提供供應更換或擴充 必須由原廠商來提供採購 那等於說瑞祖公司針對於室內兒童遊戲場 他在基隆拿的標案就已經高達了4400萬左右 針對一個兒童遊戲場 他只要拿過第一次招標的過程 他就已經可以拿到這麼多的一個金額 你覺得這件事情合理嗎 我只講一件事情 1800萬拿到了 他做了設計了 他做了施工了 結果他又拿了1200萬 只透過變更設計的模式 又拿到1200萬 接下來 為什麼變更設計 可能要請相關單位講一下 對 沒關係啊 他是透過變更設計 他沒有另外透過所謂的採購程序 接下來在1400萬 他可能又透過這樣的一個模式來進行的時候 你覺得這件事情合理嗎 我只要問這件事情合不合理就好了 還有1400萬嗎 市長你居然不知道耶 追加減預算 下禮拜要審 你多了1400萬來做室內兒童樂園 但是一定是這個公司來做嗎 一定得是這個公司 所以啊 我提出問題啊 我覺得應該要讓社會處理 不一定是一定是 那不然的話 我拿到一個1800萬的表演 我附帶還可以增加了2600萬 你要看這個公務上是不是有潛力嗎 因為我覺得這些公務程序 抱歉我不是那麼的熟悉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請社會處說明一下 有沒有說一定要是由這個公司來承包呢 沒有你說明一下沒關係 而且要看這個東西的 擴充的合理性 你這方面好像剛剛在整個過程當中 市長你好像沒有什麼機會解釋得很清楚 不要說民眾 因為我們都聽得有點不太清楚 是不是你稍微再做一個補充說明一下 謝國良強調所有標案都依法招標 和他的家族完全沒有關係 首先就是我們的前兩座室內兒童樂園 包括信義室內兒童樂園 以及七堵室內兒童樂園 它並不是我們政府的預算來施作 因為那時候剛上任 希望在百日內有一些基本政績 所以那時候是募捐企業來做一個捐贈的儀式 然後等於說信義區跟七堵區是企業所捐贈的 那之後有了預算以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來進行 就是大家所看到的中正區 中山區 還有安樂區 那在這個部分呢 因為施作的這個範圍內 可能有一些預算的一些增加可能的需求 所以我們編了追加預算以後 可能又因為設備的不足 所以也要繼續後續再來追加這樣子的預算 那這個追加預算也會由公開的招標來決定 不會給任何的一家 包括他剛剛提到的這個瑞族 那瑞族這個公司過去我是沒有聽過 不過按他們說這是當年 這是當年這個遊戲愛樂園的一個設計八寶廠商 那這個瑞族公司我要特別跟您說明 也不是跟我們家族有相關的企業 那他也是透過公開評選 才能夠施作這個室內兒童樂園 那大體上來說這個室內兒童樂園 大家的滿意度是相當高 不論是捐贈的或者是用政府預算後續施作的 大家滿意度都相當高 那我們也了解大家很關心 但是我們就要把它說明清楚 就第一這個跟這個本人的家族沒有任何的關係 那第二 那這個也是透過公開招標的方式來進行 那最後的這個招標追加的部分 也不一定是會由這個公司去得到 那剛剛有一個好像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好像會由這個公司去得到 我想這個是完全不實的訊息 我可不可以在這邊透過跟您的詢答 也讓媒體朋友來了解 市長謝國良也感謝余三發議員 讓他澄清不實的消息 記者吳俊松 吉隆報道 compañ list 順悟道 Cs 記也 汪